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幸福早餐计划 这是由屏隆县政府跟知名车厂所合作的 那么今天已经登场咯 是透过哈雷骑士们的爱心 把一份份充满爱心的早餐 送到弱势家庭的小朋友手上 震撼的鼓声划破屏隆夜空 也敲响了哈雷骑士们的不老爱心 好来注意哦 一二三 耶 这是由知名汽车品牌举办的幸福早餐计划 邀请了各路好汉 他们将在29号骑着哈雷机车 将爱心送往南台湾的弱势孩童手上 一方面也让当地的民众能够体会到哈雷的热情 同时我们在活动的内容里面 有非常多不同层面的层次的一个活动 我今年71岁半 所以我汽车让我年轻 让我自己觉得唯有一件事情可以全身关注 能骑车又能坐爱心 让这些不老骑士们纷纷情意相挺 有些车友还特别变装打扮 就像是爱心嘉年华会 主办单位还搭配了哈雷重机摄影展 一连九天的活动 南台湾将陷入一股哈雷风潮 三立新闻 张黄明 屏东 赛粉报道